另外在你们看到的是新庄重要的道路 中正路跟新泰路的这个接扩呢 在建设公司努力了两年多之后呢 终于顺利的取得土地要进行都更了 那么现在呢已经这个多数住户都搬走了 而且呢也开始在进行这个拆迁整地 那么当地的里长呢也表示说 这个里民们对于都更的这个态度呢 都是乐观的态度 大家都希望呢这个旧新庄未来能够有新气象 已经两年多时间新庄中正路 及新泰路接扩都更案 目前多数住户都已搬走 开始进行拆迁整地工作 我们15项和中心街和新泰路和中正路 大约差不多都搬了差不多 剩下三分之 差不多十分之一而已 剩下十分之一啦 所以现在中正路还有两家还没搬嘛 中心街啊 这边还有一家还没搬而已 其他都搬了啦 拆迁整地工作预计进行到年底 当地里民对于都更都抱持乐观态度 大部分的民众也都是很好啊 都是很好啊 都喜欢啊 未来几个月内 熟悉的中正新泰接扩将移为平地 全新世荣令人期待 以上新闻记者新庄采访报导 至学员 山 ório 亨